在新学中,金星一直掌管我们普世当中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说,长得漂不漂亮啦 或者是钱多不多啦 所以金星逆行就代表长得不够漂亮,钱不够多吗? 还记得我曾经谈过金星逆行吗? 我就有告诉你,逆行不代表没有,也不代表不是 逆行代表你换了一个方式去追求属于金星的东西 所以今天就要来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金星逆行 首先,金星逆行的人并不多 因为金星两年才逆一次,而且一次才一个多月哦 两年多的时间才会产出40多天的金星逆行 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少数咯 所以这些少数者其实都蛮显眼的 首先说到金星既然跟我们的相貌有关系 跟美丽有关系 那么金星逆行的人长得不好看吗? 当然不是 因为一个人长得好不好看 不只是看你的金星 也跟逆行没关系 而是看你金星的相位 比如说金星跟土星有相位的话 很可能啦 你的长相就是比较朴实一点 相反的 如果金星跟太阳有相位 那么你一定很喜欢很光彩夺目的东西 喜欢的对象也必须要有偶像的特质 笑花笑草 或真的你就是偶像追星族等等哦 而且可能还会追出一片天哦 你的长相跟你喜欢的长相 一定跟你的金星和什么星有相位有关 而不是跟逆行有关 金星逆行的人也通常有独特的美感 他们不会追着流行走 流行对他没有意义 他通常只服应他有感觉 或觉得有价值的事物 我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那就是卓别林了 卓别林就是金星逆行的人 他就是一个大帅哥 但是他却以小丑的形象闻名 因此他们会保有某一种非常鲜明的特色 你一看到那个风格就想到他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 金星逆行他不是流行创造大师 他是风格创造大师 而且呢 我觉得金星逆行人身上有某一种纯粹 比如说英国的苏珊大神还记得他吗 他就是其貌不扬 但是一开口就金嗓子 非常的好听 当他有一个强项被认可 他也会很专心的发挥这个强项就好 比如说他依然不在乎他的外貌 他依然不在乎他的穿着 因为只要他有一个很棒的东西 是他能够给这个社会的礼物 我想他就很专注在这边就好了 请不要误会哦 我不是说他们不会赚钱 而是他们可能用一种 更迂回的价值去赚钱 某种程度 更有理念型的金星逆行人呢 他们是不为钱做事的 他们可能是为他的执着 为他的信念做事情 但偏偏如此 一个有信念或很执着的金星逆行人 反而比一般人赚到更多的钱 所以其实金星逆行人 还蛮有钱的哟 只是看他要不要赚而已 而且有时候也跟他要不要没关系 比如说他已经成为风格大师 这就会很容易变成 别人端着重金来求你 所以人生走到这个地步 我觉得也算是通了 因为他比一般人花更多的时间 在追寻自我价值 所以他就不太会去追寻 外面的花花世界 比如说花很多时间跟别人交往 对他来说 跟他的自我价值的发挥 有关系吗 其实没关系 所以他们通常只愿意做到最低程度 他们不太会主动示好 就算是很努力地要做到最低标准 通常也会有一点点笨拙感 如果你夸奖他 他甚至有一种不好意思或不敢接受的感觉 其实那是因为他很难吞服 他自己不这样认为 所以你怎么夸他都没有用 所以一个不小心 很多金星逆行的人会给人 冷漠啦 不积极啦 甚至不合群的感觉 其实真是无回答了 金星逆行人 当然可求爱咯 但是他们心里总觉得别人不会太爱自己 所以暗恋这两个字 跟他们如影随形 现实生活当中的金星逆行人 应该有很多人爱你 只是你不敢相信 所以我奉劝你一句 你的执着 你的感觉 未必是真的 有时候真的要参考别人的话一下哦 我们这样讲好了 逆行都会有一种回溯啦 复古啦 所以通常大家就会去 看以前的长相 比如说翻一下老照片啦 也许会做一个造型的改变 然后等顺行的时候 你又看他不顺眼 那剪头发这种东西就不太能改嘛 所以我不赞成大家在逆行的时候 去做一件冲动的事 原因在这里 那肯定经历的人会很容易改变 对哦 因为他们执着 他们通常会 一个不小心会有一个刻骨迷心 而且比一般人更刻骨迷心 或者是我们说暗恋嘛 也许他心目中就有一个永远忘不掉的人 而且某种程度啦 一个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的 惊心逆行人 如果得到了爱情 你可以想象他会比一般人更珍惜 所以也许会比一般人更体贴 更执着 不是吗 欢迎大家来爱惊心逆行人哦 嗨 我是唐启阳 喜欢这支影片吗 喜欢的话请按赞分享转发 毕竟我是很重视业绩的哦 请不吝点赞分享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